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动力学的概念 那什么叫做动力学呢 简单一点讲就是说 如何去改变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或者如何来保持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它重要的关键就在于 它有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 那动力学的探讨呢 我们主要是以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呢 为他探讨的一个依据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运动定律 我们称之为惯性 那什么叫做惯性呢 就是指它的运动状态呢 可以保持一个恒长的状态 我们就称之为惯性 但它的条件就是说 当这个系统呢 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作用 它的重点呢 着重在作用两个字上面 所以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外力 再来解释外力的作用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系统 那系统以外的空间呢 我们就叫做外界 如果这个力呢 是来自于外界的话 这个力呢 就叫做外力 系统自体本身内部 所产生的力量呢 我们称之为内力 那什么叫做 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 因为没有外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外有引力 这个单元呢 曾经提到过 只要有质量的东西呢 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而产生引力 所以没有外力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那既然有外力呢 但是如何就叫它 不产生作用呢 那重点就是说 如果这些外力的合力 等于零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力 它是属于一种向量 那只要这个向量和呢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就是外力的和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它就不产生任何的作用 好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我们假设有一个球呢 从一个斜坡上滚下来 我们假设呢 它滚下来的时候 落地的瞬间呢 这个地面呢 假设不考虑摩擦力的因素 好 因为它下来的时候呢 它本身带有一个速度 那因为不考虑任何外力的作用 就是说 这个地面假设没有摩擦力 不存在的时候 这个球呢 就会一直以这个 当初它落地的瞬间的速度呢 一直开始往前面运动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 它的运动状态可以保持 恒常不变 所以它就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这个就是 这个惯性定律 它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好 那这个单元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